各位同学好 你现在所听的是教升大学第22年线上课程 第四年的英文老师林薇 我累积相当丰富的经验 而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介绍的主题是 全球化竞争与在地求生存报道 今天讲的是亚特兰提斯的故事 在我们这世纪要发生了 地点在Arctic America 上面那个位置你没看到我把它拿下来 这个取材于经济学院杂志 而且是本期哦 你看到没有 2015年9月5号 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看这些文章干嘛 因为跟自己生活相关的最密切的 当然先要知道啊 对不对 欧巴马他去了趟那个阿拉斯加 但是无法阻止他整个村落 在那边的各地的村落 慢慢的陷入了水中 你看这个海水这么的逼近 这样的一个村落 对不对 那这边里面有一段文章会贴到讲解去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中文 那我们可以立刻快速的学习 这边很清楚 这是一个天下杂志 他说海水上涨冲击了6亿人口 讲的都很简单 还有高中生曾经跟我讲 他们学校老师 有个老师说海冰面上升是不可能发生 我说他看哪里的文章啊 这太厉害了呢 这个这个鸵鸟的心态最可怕 最简单的说法嘛 海冰连我社会主都知道冰的密度比较比较高 对不对 一旦它变成水 海冰面就一定会慢慢上升了嘛 那很多地方受影响 就就不要讲海冰面上升 极端气候的变化 台风增加减少 水量是不是平均洒 洒在台湾的本岛 这造成我们用水这时候最大的问题 那么影响不到我们政治 政治就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安定 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这是 这是这个天下杂志的文章 那你搜寻会非常的多 有人说温室效应下海水淹没台湾什么地方 这个很简单 我们可以去探讨嘛 对不对 他说气候变境台湾打击 应该是快速的 我们光看这个图就很可怕 全世界的均温不断的在上升 对不对 海水的上升的等级 recency level rise 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从191880到新月2000年 对不对 一路不断的飙升 这个都更简单的 你怎么可能躲得掉这个事情 那再看全球的温度的变化 所以按照这样判断 我们都可以知道 我们下一步该会怎么做 你看全球 他们讲说整个台湾 在夏天的时候跟个烤番薯一样 这非常的可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不能太靠水 以前戳了衣衫傍水 哇 现在山上土石流 水上变洪水 真是不得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讲解的位置 刚刚我们说贴上那篇文章 所以我们进来讲解区 他说30位阿拉斯加的当地的村落 在海边呢 即将要消失了 他不是30个人 30个村落 在这冰冷的水域 那有12个呢 他们有已经考虑要签村了 没办法 他们说阿拉斯加的生活 目前是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不过他说他们的收入没办法负担 你们要 万一你们应该海啸 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 所带来的影响 海水闲话 对不对 然后很多的村民的生活受影响 要运送物资 他那边住的都很远的 平均人开销都很大 所以当兵戎的时候 然后呢 FORMS LATER又很晚行程睡 很多的水域现在在各个地方 这个我知道是白令海峡 这个代表是北极海 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讲解位置 就是Google翻译啊 你看除科奇 好像有听过这东西 然后告诉我们说 风暴越来越大了 那造成更大的损害 这都可以猜得出来 那甚至还有个叫涌动城 你有没有听过 Permafrost 都不断的融化 也就是村落盖在涌动城上面 现在越来越恶化了 为什么 他们开始有沉下去的可能性 而且走向了灾难 那释放了更多的甲烷 进到我们大气层当中 所以气候的变迁的快速 我们的努力 在处理速度都还来不及啊 Barrick Obama 他就在那个气候变迁 他的这个主题 就说我们再不做就不行了 他等于在最后一任 他该做的事情 他必定在冲刺 相对的我们总统很闲呢 好 再来 这个是他这边就说 这个当地的村的村长就说了 If all the ice are mother earth melts 如果所有的冰在地球上都溶掉 我们都住在水中了 水世界的时代的开始 好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单子 让各位觉得 为什么你要听林文老师的课程 会帮助你学到很多 我们就从涌动城这个字来做解释吧 来 我们需要点空间 首先 有动城是两个字拼起来的 它来自一个叫P-R-M-A-N 你们看到没有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了 这个perman叫永远的 那什么叫frost呢 这个frost太简单了 我就没有收录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Google翻译的位置 荧幕上你们看到 双 双 P-R-M-A 这个permanent是永远的 那如果再假设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旁边就给你做解释了 多年动土就是涌动城 那涌动城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可以查字典 可以查到更多的说法 你看希望字典可以告诉我们 涌动城 涌动的土壤 它说这个地区呢 是冰是永远 土壤是有点结冻的状态 那上面呢 夏天是为融化 那在冬天秋冬的时候 再融起来 再冰起来 那再来我们看涌动城的图片 这个是我们在Google的图片区 我们来看 走走看 看到没有涌动城 哇 这个就更明显了 这个就是涌动城 对不对 那在维基百科 可以查出来 涌动城呢 我们这是我们的讲解的工具 好 OK 它已经显示出来 我们现在进到 我把贴上涌动城的查询 它说在地质学方面 涌动城或者这些土壤呢 它其实是土壤 但是呢 在零度以下 然后两到两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它讲得非常清楚嘛 然后我这边就是你所看到 是我大英百科 都是我每年也付费的 这边可以变得我讲解的位置 你看涌动城 它马上告诉你是地质学 马上告诉你地质学 这边就是你们充实的情况下 对不对 中年呢 是被冰冻的状态 然后它大自然所发生的 低于零度 两到三年以上 它就告诉你 这叫涌动城 所以各位朋友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资料 非常重要啊 这也是中文的文章 它说科学家说 海平面上升速度已经加剧了 代表说我们现在生的下一代 他们面临的环境 不像我们以前那天 有春夏秋冬 这么舒服的气候 这已经慢慢的改变了 所以我们再回来 我们讲解的位置 所以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想了解 哇 林鸿老师 为什么一打单子出来呢 DMAG 你会发现到 我打的任何单字 几乎大概很快 就可以出来 它的任何的解释了 这些林鸿老师 花了五年的时间 所建立的 一般人都没有 你看像这比较男子的没有 没关系啊 我们进到Google翻译区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了 Calamity可以当灾难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深 林鸿老师讲解东西 非常的丰富 好 你看这边的图片就知道了 我上传了在YouTube 3635个 今年年底会到 3800 明年春天会到4000 有什么特别 没什么特别 我讲解的文章是 一周五篇的经济权杂志 那还有呢 就所谓的这个 富比市了 New York Times Bloomber 各种商业杂志 然后变成五合一 这一周有十篇 一年有五百篇 超过五百篇 我这样讲的比较方便 那重点是我收费 就非常的便宜 大概2000多块钱 那你去看下面的 留详细的资料 再去 在去YouTube搜寻 林文老师可以找到我的更多的资料 才知道你下不该怎么做 所以记得看国际时事 第一个 我们周围的环境 第二 我们的工作 就这么简单 国际观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然你要需要干嘛 而不是闷在自己家里 等着工作回到 那抗议政府不照顾我们 那当然林文老师还有官方账号 你进去你的Line的IDID 不是官方账 Line的ID搜寻FMP1685 在英文字母 就可以找到林文老师了 如果礼拜四以后呢 会有个新的这个ID 叫林威English 所以为什么林文老师会去付费了 因为他免费时间结束了 那所以这几天呢 我准备有信用卡 把它做一个结账的动作 然后就变成一个 我的固定专属ID 会林威English 希望我能申请成功 好 大概要礼拜四以后 那但是随着两个就轮流设定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 我会不知道你的存在 我的资料都PO在那个 主页的位置 然后你跟我说话 我才会知道你 那名字我也不能改变 所以各位朋友们 林文老师的毅力不得了吧 我们空中相会 赶快把握自己 时间不见得对你有利 拜拜